欢迎收听每逢星期五的新州主编点新闻 你好我是Christine Hello大家好我是丽萍 是那从这个星期开始呢 新州主编点新闻啊 就会从就是傍晚的六点钟呢 换到来早上的八点钟了 那我们就先来看看就是 第一个我们想要聊的课题到底是什么了 相信这个星期很多的杀鱼人呢 这个焦点都会专注在2020年沙拉月的财政预算案 所以呢 这一个星期的新州主编点新闻 肯定就是要请何主编 就是来点评以及表达 就是他对这个财政预算案的看法啦 那何主编其实呢 想问问你啊 就是说到这个沙拉月首长阿邦州呢 就在刚过去的11月4号 就是在州立法议会提成了2020年度的 这个沙拉月财政预算案 而且呢这次的主题就是 加速全民福利发展的预算案 你认为说沙拉月政府做到了吗 我觉得就像他的主题 他就放了福利两个字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明年的财政预算案来看 就是他公布的2020年的财政预算案来看 他的主打就是在这个福利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有这个首无令吉的水费将会被豁免 还有这个产妇获得450令吉 还有就是要替这个学生还这个PTPTN 所以我们就看到他是重点在打这个福利牌 那其实呢他也是有宣布了很多项的政策吧 在你看来你觉得说哪一项政策 其实对你个人而言是还蛮满意 或者是他真的是能够代表着全民的预算案的呢 如果你真的要谈到说是全民的话 我觉得就是这个水费的这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这个财政预算案 所有的政策都一样 你要让人民有感受 因为你要感受到你受贿 他才能够有那种就是说 他有很直接的这个impact 所以这个水费 为什么我会说是全民呢 因为你家家户户都会受贿嘛 首五令吉豁免的时候 每个家庭就会直接感觉到 而从这个政策来看呢 我觉得这个Abanjo 他其实也是在做一个动作 就是说我在延续这个Adenan过去的政策 为什么呢 因为谈起Adenan 我们比较明显的可能其中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会想到说 他豁免了这个过桥费 因为过去这个沙拉越有三座 那个大桥是要收费的 那么现在我们都过这些桥 都不需要收费 所以这个就是让人民直接感受到 他有受贿 而且这些比一些 谈一些发展的大计划来讲呢 这些关系到民生的 是更能够贴近这个人民的心 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那么从这一次的财政预算案当中呢 我们也是可以看到 拨款总额呢 就将近99亿令吉 那其中大约66亿令吉呢 是会用来做这个发展开销的 而另外的大约33亿令吉呢 就会作为行政开销 那虽然说2020年的这个发展开销的数额呢 比起2019年发展开销的数额是相对的比较少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就是沙拉越政府呢 依然是把焦点就是着重在这个乡区的发展 所以由此可见呢 乡区发展还是蛮重要的 我们谈到为什么他要重点发展乡区 从这个政策来上 就是说从政治上来看 为什么因为这个乡区是过去的国政 今天的GPS的一个大票仓来的 所以他们的实力就是跟他的政治势力 都是都是从这个乡区开始建立的 所以到了这个我们明年 如果是明年真的周选的时候 就是要打一个很关键的战役的时候 他必须把乡区的这个工作做好 而乡区过去我们最缺乏的什么 就是基本设施 包括这个水电供方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来年的 明年的财政预算案 他还是把这个完善这个乡区水电供 犯成他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大计划 那其实讲到这一次的这个2020年度 沙拉越财政预算案呢 有一些人他们就会把它比喻为 就是沙拉越政府为了来临的这个周选呢 而备占的一份预算案 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 这个说法其实也没有错 就算就像是过去这个国政政府 就是在还没有变天之前 他为了这个来年的可能的 这个国会大选 他的财政预算案 肯定是会以这个政治上 多多少少都会有考量 所以这次周的财政预算 情况也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很多政策 是惠民的就是走 我们可以用好听就是说是惠民的 我们说的一些比较用政治上现实来说 就是他可能是在派糖果嘛 所以我们就看到有这个450令吉的产妇援助金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很例子了 包括还有一个就是要为这个贫困的学生 提供这个学生巴士的服务 这个就是要以照顾人民的福利 为一个条件 是那除了这些政策之外呢 当中还包括就是政府将会拨款 3000万令吉来帮助PTPTN的借贷者 就是还他们的PTPTN的那个钱 所以呢 现在回来我们再继续地聊 这里是新州主编点新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